有些什麼可以收細毛孔的同時 還可以放大護膚品的功效 4倍這麼多 有時塗護膚品 怎麼塗都好像不太吸收 原來 角質層就是最大懸空 大家記不記得 我在4月的時候 介紹了一個美容兒來自韓國的 Medicube HR 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很喜歡這部機 而且臉真的感激了很多 我都很欣慰 之後Medicube HR 出了一部新的 ATS 毛孔僅致美容兒 我真是本信半疑 所以他們邀請我去拍 一個review影片的時候 我也是拒絕了 因為我覺得 一定要試兩個月 看看究竟它有沒有效果 我才有信心跟大家分享 大家記得只要看到最後 因為會有優惠馬價 夏天高溫的戴口罩 毛孔最大的地方在哪裡 在鼻子 鼻頭又會有很多黑頭 我這兩邊是我最想改善的部分 下巴這些位置都會想改善 我也嘗試了很多不同的生活好護理方法 如果只是塗下去 其實真的很難可以一塗就馬上把毛孔收細 所以很多朋友都會選擇去做Laser 去做Facial 本身我不是普通做Facial的人 加上我很怕去到美容院就會被人售 我耳朵都軟 所以我也有點抗拒去美容院 今次這條影片介紹的美容院 只需要用5分鐘就可以做到收毛孔的效果 而且一個星期只要用兩次就可以了 非常適合懶人 以及你本身正在用的護膚品 都是不用轉的 完全不用轉護膚品 這件事情非常吸引 HR ATS是一部可以僅致毛孔的同時 去除角質層 整頓皮膚的紋理 改善皮膚凹凸不平的狀態 以及去粉刺 它可以令你角質層變薄 所以令你護膚品的吸收能力大大提升 皮膚塗了很多很漂亮的護膚品 都好像做不到它清晰的效果 有時就是可能 因為你的皮膚角質層太厚 好像關了很多對門 你不開的話 外面有很多王子等著你 你都沒有開門 看不到它 就會浪費了護膚品 也是要勤力 如果你不勤力的話 你買一部無論多好用的相機 都會沒有效果 這個原理是利用了MediCube 他們自己自家研製的眉針電波 在電波放射而不傷皮膚的情況下 幫你皮膚開了一些通道 在角質層形成一些 你肉眼看不到的眉細孔 讓它可以大力地熟掉護膚品 所以如果你是用同一套護膚品 一邊是用手啪啪啪啪啪護膚品 一邊是用這個機 吸收的程度是可以差4倍 他們有做過實驗的 除了緊緻毛孔 第一個大吸引的地方 也可以令你的皮膚 按下去有彈性 緊緻 還有有光澤感 它使用的方法非常簡單 因為它上面只有一個按鈕 一開就是Level 1 如果你想轉Level 2就按一下 那就變成Level 2 Level 3 Level 3 非常方便 它會幫你計時5分鐘 你發黑牛豆 其實很快就過了 它會怎樣使用呢 就是當你整個臉清潔完成之後 很乾爽的臉上 開始這個過程 多數用這些機 你第一次用都一定要選第一度 它好像有一支牙籤在 慢慢輕輕地弄你 當你習慣到一度之後 你才轉去Level 2 強度越高 不是說力度越強勁 而是它幫你開皮膚的管道 越多 而皮膚吸收護膚品的程度 就會大大提升 當你自己入了Harry Potter 然後你準備拿金條去保險箱 你平時塗的護膚品就是那些金條 然後你就慢慢走樓梯 下去你的保險箱 用了這部機 我覺得它是變成一個子彈升降機 立刻帶著你的金條 然後坐升降機 直達到保險箱那一層 而且它是幫你開多幾個管道 所以你現在一次過有四部عل過 直達到皮膚的 機頭向上掃 第三方法就像你平時會貼上粉底 但是機頭的皮膚長在0.2mm的距離 輕輕地幫你染粉底 因為原來這些完全貼緊的時候就很難倒電了 第三個方法的感覺是最大的 在一些額頭大一點的地方我喜歡用brushing 就算感覺大一點也不會很刺激 毛孔比較大的位置就是 按鼻翼附近或者鼻頭我就會用Taping 會比較舒服 用的時候有點像靜電一樣 手指觸碰手指的靜電 有點刺激的感覺 接受到範圍以內的 但我也是建議大家怕痛不怕痛的朋友 都由第一度開始嘗試慢慢積應 而且你第一次用的時候有一點燒焦的味道 都是一切正常的 大家不用怕 是因為電波的刺激 就會令你臉皮疑脫 所以上妝的時候 你的妝容都會貼很多 因為每個人接受的刺激程度都不同 所以你們都要就自己的能力慢慢調整一下 我覺得這部HR ATS 很適合美容而初手 或者一些小支類 沒有太大的預算去買美容而 就很適合入手 而且性價比非常高 尤其是如果你本身是用一些開架產品的話 有這一支可以把開架產品 可能本身200元就變成800元的四倍功效 如果你本身是用貴婦級的護膚品 可能1000元就變成4000元的功效 所以你不要小看它的頭髮小 它可以幫你家的護膚品點石成金 更加快達到護膚品聲稱的效果 另外一個我挺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一星期只需要做一到兩次 而且它建議大家隔三到四天才用一次 不是普通的美容而言 每一天都要用 我覺得很適合我這些懶人 所以你一個月加起來 每次5分鐘 頂籠都是做40分鐘 相比你平時要去美容院做一個Laser 搭車也可能已經用了2個小時 平時用去角質產品或者敷去角質面膜 都要敷10分鐘 它又快一點 5分鐘就行了 相對而言可以達到成本效益 當然我之前拍了這麼多美容院 大家會想 其實我已經買了這麼多部 這部需不需要價格 跟離子導入有什麼分別呢 主要是ATS跟實證 手塗護膚品 還有用它之後再用護膚品 吸收程度可以升4倍左右 這支ATS跟離子導入而 最大分別就是 離子導入而是塗完護膚品才用的 這個是塗護膚品之前 幫你開通了所有管道 所以就令到吸收力都會大大提升 大家有沒有聽過眉針 我做過一次眉針 是非常之厚悔的 因為這些眉針 其實就是機頭上 有很多很多支小小的針 然後就是在你的臉上 整個臉都是小凍凍的 其實就是在你的臉上做很多的傷口 讓它慢慢預合 你的臉就像換了一層皮蟲身 那臉就會很滑漏 不過那過程我非常之不適 原來我臉本身都很敏感 根本就不能做眉針 第二天我整個臉是卓霜那麼紅 有一些地方是有一點點含濃的 然後臉很熱 要長期拿風扇吹 因為這是一個入侵性的療程 最後皮膚雖然有細緻 但我覺得是非常不值得的一件事情 我都很不建議大家做眉針 相對之是ATS電波眉針就安全很多 它對皮膚無損傷 因為我一開始聽到眉針電波 我覺得它好像會很痛 而且是不是很刺激 我也有問我生暗瘡用不可以 都沒什麼問題 絕對是沒有針而且沒有創傷 就可以安全使用 加上它是機頭不需要用完就丟 又比較環保一點 用完之後只需要用一些消毒棉 或者一些酒精麻麻 就可以幫它消毒很乾淨 補充的方法是非常簡單 亦是很衛生 不過我們提醒大家 上一次的影片也有朋友問我 如果是鼻印中或者是孕婦用不可以 我建議孕婦不要用任何美容液 我是孕婦的話 我就會忍一忍了十個月 之後才再用 我們先驗一下修毛孔的效果 ATS我大概用了兩個月 當然它不會說你用一次 毛孔就會收細 我覺得用了第三個星期 你可以明顯看到這些位置 因為毛孔最大在這個位置 就會看到它的毛孔真的慢慢縮小 過程很簡單 因為你只需要洗完臉在臉上幾下 然後就完成了一個修毛孔的Facial 我是這次跟大家做的實驗 所以試了幾次用ATS之後 沒有塗抹膚病的情況下 看看皮膚本身有沒有改善了 洗完臉後臉沒有那麼繃緊 摸下去也是柔軟 可能我毛孔收細了 整體皮膚的彈性和膚質 都有改善了很多 連黑頭也少了 我也覺得是一個很神奇的 bonus 因為有了這部機 令它吸收程度強了 平時敷完面膜會有剩下精華液 我敷完面膜會少了剩下精華 有改善了皮膚紋理的效果 所以你上粉底的時候 就會看到有些卡粉的地方 是想妝都貼很多 不會有些卡粉在毛孔與毛孔之間的凹凸凍 我覺得也很推薦皮膚有凹凍的朋友 或者以前生很多暗瘡 弄到有凹凍的朋友 我覺得你看到的before and after 一定是強過我很多很多倍的 當然我又再試試一個實驗 就是一邊用手塗抹膚品 一邊用了ATS機再塗抹膚品 用了ATS機那邊 你會看到抹膚品吸收得更快 這個ATS只需要5分鐘就可以幫你修毛孔 還可以放大抹膚品的功效 真是懶人陰文 當然如果你想有強效的修毛孔效果 你可以配合修毛孔的產品 不算特別貴 但它是有AHA BHA和PHA的 加上這些就可以令你修毛孔的效果 更快更快 你就會看到修小毛孔的速度更快 我剛才也有說 我喜歡敷面膜 我喜歡用Zika這個面膜做一個真正的狐狸 非常舒服 沒有任何稀微 我覺得一盒使用 感覺上都比較環保一點 我最喜歡洗完澡洗完臉 就立刻用ATS機 然後敷面膜 之後就一路吹頭 極度省時間的一個人 再塗一些霜霜 完成了自己家的home facial 你可以根據自己皮膚狀態去挑選自己的護膚品 如果你想美白的話 就可以用ATS機後 加點美白產品 如果想保濕的話 就用完ATS機後 加一系列保濕產品 全部都可以有4倍的功效 如果你平時塗什麼護膚品 或者你越買越貴 都覺得皮膚的狀態沒有什麼改善 就更加要試一下它 不過我也要提一提大家 第一次使用ATS 你可能會覺得有一點刺痛感 忍一忍就會習慣了這種急急的感覺 我就總結一下ATS的效果 第一個優點 我覺得可以發揮到你本身家的護膚品 聲稱的效果 第二個優點 就是你不需要買任何Extra的護膚品 是一個很低成本收毛孔 還可以放大家本身護膚品效果的單品 還有它可以去到角質 可以提升皮膚的彈力 以及吸收能力 所以我覺得用了這部機後 自己又省了錢 這支是怎樣買呢 就是在他們的官網Matic Cube 就有優惠碼 除了有折扣之外 也會有一些小禮物送給支持婆婆的大家 最後也會有一個Giveaway的小遊戲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你覺得以上這個產品 有哪個功效你是覺得最吸引 之後就會抽獎和通知得獎者 希望大家也喜歡這次的分享 有時間的話可以追蹤我Instagram 那邊會有更多美容或者美妝的資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